身後的呢是芝加哥帶回來的一些紀念品 今天要來記錄一下從芝加哥帶回來的什麼東西 然後我現在身上這一件是芝加哥大學的大學梯 冒梯 我才確定這算是什麼 反正我是買了這件灰色的 我覺得我好像是買M號的 因為那S號的話看起來很小 就沒有那種大學冒梯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是買M號的 然後這件的話是 稅錢是44.98塊 然後稅的話是10.25% 就可以自己再乘一下 但其實我覺得穿這個大學梯 好像看起來有點像 真的很像學生耶 看起來年紀超小的 其實芝加哥大學比較有特色的顏色是紅色 有點酒紅色暗紅色那種顏色 但我覺得灰色比較好看 所以我就買了灰色的 然後這個帽子也是我一進去的時候 就覺得超級好看 所以我就想說一定要買 而且我還買了三頂 準備 要送人的三頂 然後一頂是我自己的 這個睡前的話是29.98塊 它有一點牛仔布的感覺 然後有一點懷舊的那種顏色 它後面也是可以調的 可以按照你的頭的大小 應該還蠻好看的吧 因為看起來超像學生耶 OK 現在夏天穿帽梯 秋天穿帽梯實在是太熱 而且大家這邊特別熱 所以我想說我還是綁頭髮好了 而且我覺得穿大學梯的話 綁頭髮看起來好像比較有精神 我先把帽子收起來好了 OK 先把帽子收起來好了 然後啊 芝加哥大學 他們的店 送的塑膠袋 這個塑膠袋是一套稅的 稅是0.07塊 是一個塑膠袋0.07塊的稅 像是稅 可能就是環保的概念 但我還是有買 因為畢竟我要拿來送的 只是我後來發現 它上面其實沒有寫上 芝加哥大學之類的 都其實看不出來 好像沒有特別有今年價值 如果有人想買的話 我就覺得可以不用買 下一個的話 先講爆米花好了 這個是芝加哥 那個特產嘛 超級有名的爆米花 然後我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我有點不太確定 我到底應該要買什麼東西 但我想說 那個好像是Mix的口味 特別有美吧 所以我就買了Mix 結果真的超級好吃 我其實不太喜歡吃爆米花 但那個爆米花真的超級好吃 我現在兩罐都是空的 因為我有一罐是給我室友 裡面的爆米花給我室友 然後另外一罐是我自己吃掉 我自己其實好像兩天還是三天就吃掉了 這個真的超級好吃 它Mix的話 一個是焦糖口味 然後一個是起司口味 都超級香 而且還蠻脆的 就大概放個兩三天都還是脆的 它這個罐裝其實不是很蜜蜂 然後我一開始買的時候 我居然沒有蓋好 我一開始買的時候是買藍色的 藍色好像是 就誤打誤撞 剛好遇到 就是它最有特色的那個顏色 它店家原本就是 招牌就是藍色 等一下我把它蓋好 藍色的 然後上面這個字體 我覺得很漂亮 而且 剛好是它的特色的話 就是很有今天價值 然後後來我有在 雞炒 又買了一個城市杯 我那時候進去的時候 因為後面有排隊 所以我就很緊張 想說到底要買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因為太緊張了 所以就只買了這一罐 這一罐 然後還有一袋 呃 袋裝的 送人 對 然後後來我同學就一直跟我說 有那個 城市杯 跟 紫色的 就他們兩個講的不一樣 我前面應該有錄到 就是他們一個人看到紫色 一個人看到城市杯 然後結果後來我在機場 因為機場也有這間店 我後來就發現是 紫色的城市杯 所以我就又買了一罐 但價錢 稅的部分其實不太一樣 我在芝加哥的店家買的這一罐 它是 這兩個都是一罐13.5塊 但是在店家買的 它稅是11.25% 在機場買的話 稅是11.75% 就有點不太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可以在店家買的話 就在店家買吧 就是差了0.5%的稅這樣子 那我在想 星巴克雖然是接下來買的 但還是最後再講好了 因為星巴克的東西還太多了 可以先講那個 我們去 這個叫什麼 Wilis Tower 有看了 它這個叫Skydeck 這個是我們買門票的收據 它門票一個人 多少 48塊 就是它已經加上稅還是服務費那些了 反正就是一個人只要付48塊 不用再多的錢 然後它的收據就長這樣 沒有好看 應該看得到 對 它的收據其實 就跟它的票是長得一模一樣的 還蠻硬的 而且它後面還有我們吃的那個 生盤披薩的折扣 這個應該 我們那個時候有對過 它的 扣的都是一樣 但我應該短期內不會再去芝加哥 所以 我也不知道這個影片什麼時候會放出來 但是這個生盤披薩很好吃 可以吃Classic的 有這個 我們有買照片 照片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夾子還不錯 這樣 然後照片的話有兩張 我剛好都拿大張的 因為它小張的話是兩個黏在一起 我們沒有剪到這樣不好剪 所以就 然後 我就拿了兩張大張的回來 你看看吧 我們都還穿了 我們去芝加哥大學買的 大學梯跟帽梯 然後 拿出去 拿出去 而且它上面還有寫日期耶 10月8號 這邊有寫日期 然後 我們這個照片啊 兩張大張的 加上 加上 總共六張 六張裡面有兩張大張的 四張小張的 這樣子的話是 四十二塊 總共四十二塊 就是拿這些照片 然後我們就有在評分 對 然後剛剛掉下去的是明星片 我 我 喔 這樣 那個 我其實不只買這張明星片 我買了 一盒十張明星片 還有這個一張的明星片 因為 這張明星片的話 它很明顯就是 那個 Skydeck Wilis Tower的 Wilis Tower的 這個 這個建築物就是 Wilis Tower 然後主要是 它背面的話 這張背面才有寫 芝加哥 Skydeck 感覺比較有今天價值 因為像 這個裡面雖然有十張 而且都是芝加哥的景色 但它沒有特別寫 是Skydeck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這些 它拍的這些照片 是不是只有 Wilis Tower才有賣 有 因為它殼是紫色的 那就是 它後面 寫的都是 芝加哥而已 它沒有特別寫Skydeck 所以你可能就會 不太知道是 在這邊買的 比較 缺少一點點紀念價值 然後 這邊就是 大豆豆 我們沒有去 因為聽說在整修 而且還沒時間 反正它就一刻 這樣子 然後這個 芝加哥的 夜景 算夜景 方法嗎 然後這個是白天 然後這個 這個是白天的 Wilis Tower 然後這個 我自己看到 這是白天的 也是有Wilis Tower 然後這應該也是白天的 芝加哥景色 這個也是 傍晚的 粉紅的 夜景 算夜景 這個真的更夜景 紫色的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這個 又是 我拿對 這個又是 Wilis Tower 對 好 就這樣 這個是大雜營 就是什麼都有 就是什麼都有 然後 我想想喔 這一盒的話 稅前是 9.99塊 然後它的稅是 10.25% 其實我後來有發現啊 就是芝加哥的話 這種 這種東西 稅都是 10.25% 然後 餐廳的話 會是 11.75% 然後 唯獨只有 這個 爆米花 藍色 藍色我買這罐 就是在店家買的 稅是 11.25% 我不太確定 它到底是 怎麼算 啊 星巴克的稅也不太一樣 等一下可以再講 總之 大部分的餐廳 都是 11.75% 就是我自己記張下來 我的發現是 這樣子啦 然後 嗯 對 然後其他不是吃的話 就可能是 10.25% 這樣子 對 然後 這張明信片 這張明信片 0.99塊 其實我覺得還 蠻便宜的 就是 待會會講到 星巴克明信片 好錢 我把它立在這裡 嗯 然後 星巴克 如各位所見 我總共 用了五個袋子 因為我跟店員說 我要送人 所以他就幫我把每一樣商品 都給我一個袋子 所以就用了五個袋子 明信片自己也一個袋子喔 然後 現在有明信片好了 因為我這個超級快要掉下來 還是應該後獎 還是後獎 好 那我可以先講一下這個 這個其實是他放在那裡 給大家喝水的 一個杯子 但我 我不太確定 因為他後面有寫是 Starbuck Rewards 我不太確定是那邊才有的 還是到處都有的 反正我就先拿了 因為他蠻硬的 我剛好可以拿來 防止我其他東西壓壞 所以我就把 我就把這個放在我的包包裡面 這樣 主要就是防止這個壓壞 因為 這個是 我在那邊喝飲料的時候 因為是在現場喝 所以就沒有拿到 就我忘記跟他說我要外帶 所以我拿到的就是 就是店家的那個杯子 就沒有拿到紀念的紙杯 然後我剛好去樓下的時候 有適合 所以我就 把這個杯子 就馬上喝掉 趕快拿去洗 然後就把這個杯子留下來 可以記念一下 有趣 這裡 知道他的杯子跟 紐約的魚不一樣 不然我去紐約的時候可以 記得買熱的 然後 記得要外帶杯 這樣 其實在那邊看到的水壺 我覺得都還蠻好看的 但這兩個我實在是難分難捨 所以我就是兩個都買了 反正他的水壺是不太一樣的 一個是黑色的 我覺得他有點重量 他這個黑色的真的 很有質感 我記得這兩個價錢是一樣的 這個是稅錢是29.95% 星巴克的稅是 10.25% 就是他雖然是餐廳 他因為他是那個 reserve 的店 所以他可能賣比較多 這種紀念譜 所以他稅就是 全部都是10.25% 包括 食物也是10.25%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就以在芝加哥來說 是還蠻划算的 雖然 達拉斯的話 達拉斯的稅只要8.25% 就是所有東西都8.25% 除了 那個 超市的食物是不用稅 但芝加哥也是一樣 超市的食物都不用稅 對 反正這個 超漂亮的 加上面這個是有點玫瑰金 只是 我在這邊挑了很久 因為他這個玫瑰金 就會有一點瑕疵啦 可能就髒髒白白的 我確定是可以洗掉的 擦掉的還是怎麼樣 太確定了 這一個白色的水壺 我也覺得很好看 就他跟黑色水壺的性質不太一樣 他也是29.95塊 然後稅要是10.25% 我講的價格都是 還沒有含稅的價格 他的 他這個是 他這個孔 是醬子齁的那種 就比較適合 泡茶泡咖啡之類的嗎 我看一下裡面 他裡面就是 一般的 沒有什麼濾網之類的 裡面就是說明書吧 說明書我是都還沒有看 有點懶得看 反正 因為太好看了 我就是決定要買他 他這個 這個杯子啊 其實 他旁邊這邊 我不知道 反光還是什麼的話 會不會看得出來 就他這邊 是有一個凹陷的 就如果是 整個圓骨的話 你會不好拿 但他如果有個凹陷的話 你拿起來會比較穩 我覺得這個是 很 細心的一個設計吧 我那時候 在那邊看到的時候 因為在那邊 不是會有那個室內打燈嗎 那個打燈的情況下 就非常明顯 你這樣拿就會超級穩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買用心的地方 對 這個不是 不是打凹的喔 這個是人家設計過的喔 對 然後他 我剛剛才看到啊 就是他其實有告訴你 他這裡有一個那個箭頭 這邊 他有告訴你轉的方向 只是我現在 我現在看不見了 對 他有告訴你要 這樣子轉 才可以打開 然後再轉好了 對 然後 我還另外買了兩個馬克杯 他兩個馬克杯 都只有這一面才有 這個上面的 上面這個啊 就是 芝加哥的那一間 Starbucks Reserve 那一間店的建築物 然後 他的這個材質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他有點那種 石頭 很大自然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邊也是 就是 他會故意有一點點 算 小瑕疵的那種感覺 可是那個瑕疵 你看就是 很自然的那種 就像石頭 會有不同紋路的那種 不像是馬克杯 陶瓷杯 那種 就會比較 顏色比較均勻 像他這個是有一點點紋路的 我覺得超級好看 而且他這上面有寫 那個 芝加哥 然後我買兩個是因為想說其中有一個可以送人 這個杯子的話是 19.95塊美金 然後稅一樣是10.25% 對 其實我覺得馬克杯 還算蠻 划算的 因為我看那個我們學校的紀念的馬克杯 也都要十幾二十塊 對 所以我覺得新馬克的 新馬克畢竟是 比較 痾 全球的那種品牌 對 所以他其實這樣還蠻划算 而且他質感真的超級好 這樣講一講好像其實也沒有買到很多吧 然後 我還有買了一個 星巴克的明信片 這就是我剛剛說 如果 看了星巴克的明信片以後 我就會覺得 那個 Wilis Sour的明信片超級便宜 這個的話是1.95塊 然後剛剛那個是0.99塊 等於差了一倍 然後他的稅的話是10.25吧 對 但是他這個就是 我自己是很喜歡 白底配金色 我覺得金色超有質感的 而且那個時候 大份也快賣完了 所以我哪賣的還是有一點髒髒的 我想說到時候可以用橡皮擦擦擦看 把它擦掉 他這個金色真的是 會有金光閃閃的 很好看 然後 他 後面有特別寫了 Starbucks Reserve Roastery Cicago 對 所以也是 挺有 紀念價值的 但如果 其實我那時候想要買多張一點 但是因為 那個時候本來就只剩下3張 然後其中2張 3張 另外2張更 就是可能 剛好有碰到什麼灰塵之類的 我就有點不太確定那個到底是不是橡皮擦得掉了 所以我就沒有買來送了 可能到時候去紐約再看看有沒有也有明信片 我來看一下 因為我記帳都已經寄完了 可以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特別想要分享 我們第一天的時候中午有吃了生盤披薩 然後我們一開始 點的 因為我們其中一個同學已經有吃過classic 他上一次就是點classic 所以我們想說這次可以換一個不同的口味 然後我們就點 chicken sausage deluxe 但一開始店員上錯 他上成classic 所以我們就吃一吃突然想到 欸 我們好像是點雞肉的 但是裡面沒有雞肉耶 所以後來就跟店員說 我們草量上錯了 所以他後來又收走 就再送一盤新的給我們 所以我們整個吃超飽 我自己是有把我的份吃完了 但是我晚餐就整個吃不太下 然後他們是那個新上來的 都有剩一塊 然後就留在那裡了 因為帶走其實也不方便 畢竟我們還有很多行程嘛 對 然後那個生盤披薩 我真的覺得 我們都覺得classic的比較好吃 因為classic的話 你就可以吃到那個濃厚的起司 因為他生盤披薩就是拉長長的那個起司 之前是有拍到 然後 雞肉的話 就是 你其實就已經吃不太到起司味 因為全部都被起司 還有他有一個 他裡面有加一個什麼菜 蔬菜 可是我不太確定那個到底是什麼菜 就是 都被那個味道給蓋掉了 所以 如果是第一次吃的話 或者是起司愛好成像是我的話 可能就會選classic會更好 然後呢 沙拉的話 是真的蠻好吃的 我其實蠻驚訝的 因為我是 不太喜歡吃沙拉 就 我會 可以吃 但我自己不是很喜歡吃沙拉 但他的沙拉真的蠻好吃 可能是因為他加很多起司吧 因為 我就很愛吃起司 然後他要加起司 我就覺得蠻好吃 然後 然後 我們那天 第一天晚餐的話 是吃 就是golam ramsay的burger 那其實漢堡的話 乳通 並沒有讓我們特別驚訝 而且 他的肉 比較有 其中有一個漢堡的肉 感覺有一點點 腥味嗎 就 我同學覺得有腥味 然後 我只是覺得 那個 他裡面有 有一個是有加培根 我覺得培根有點太鹹 對 可是 美國的漢堡 其實很多培根都很鹹 我覺得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吃不習慣 但我們都覺得 那個 奶昔超級好 他奶昔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oreo的 一個是藍莓的 然後我看大家都點oreo 所以我就點oreo的 oreo的也 非常好 而且他奶昔很厲害的是 一般奶昔是因為 有奶的那個濃稠 濃稠感 所以會讓你覺得很膩 很飽 但他的話 他不會讓你覺得很膩 就是 也不會讓你覺得超級甜 反正就是喝起來 非常舒服的奶昔 但他的濃稠感還是有的 然後我同學有 點藍莓 然後他沒有交換喝 但我沒有特別 特別喝啦 他們也覺得 藍莓很好喝 反正一個人喜歡oreo 一個人喜歡辣莓 然後我是只有喝oreo的 那我覺得oreo是 真的好喝 但去那邊點奶昔 覺得蠻好笑的 那奶昔是9塊錢 然後睡就是 11.75% 就是那邊的餐廳 我記下來 除了星巴克以外 那邊的餐廳都是11.75%的睡 對 然後 starbucks reserve的話呢 我們 其實去了 三次starbucks 我們吃早午餐的那一次 我們有點了 南瓜拿鐵 它叫什麼 pumpkin spice latte 然後我還有另外點了 看起來像鮭魚上面 然後它上面是那個牛角 我一開始吃的時候 其實有嚇到 因為一開始只有吃到鮭魚本人跟 那個 牛角的部分 它那個 麵包 牛角的部分真的是蠻脆 外酥內軟那種 很香很好吃 但它的鮭魚有點腥味 我其實第一次吃到鮭魚有腥味 如果鮭魚加乳酪的話 那個腥味就沒有 而且那個乳酪就是 有一個 濃厚的感覺 所以搭上鮭魚本身的話 就是還蠻搭的 對 就是不要單吃鮭魚就好 然後南瓜拿鐵的話 它其實 沒有什麼南瓜味 它其實原本有加肉桂啊 只是因為我跟我朋友都 不喜歡肉桂 所以 它點的時候就 有把肉桂取消掉 對 所以就沒有 喝到肉桂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 我怕我整杯都不喜歡 然後加上 它說南瓜拿鐵 我又很害怕南瓜拿鐵會不好喝 因為我室友之前跟我說 它之前 有在星巴克塔保護 但不是在美國 然後它覺得 南瓜拿鐵 不好喝 所以 我就有點害怕 但是 因為它上面有寫說 這個是STARBUCKS RESERVE 才有的印象 我就想說 那 好喝喝看好了 對 但其實我覺得 南瓜味並沒有很重 它就是 一點點辣辣的拿鐵 就是這種感覺 對 然後我另外還有點了 巧克力蛋糕 它巧克力蛋糕就是 很 巧克力味很重 對 就 只能這樣講嗎 它有點巧克力派 就是它是好吃的 只是你如果吃多的話 還是會很膩 尤其如果你 喝甜的東西 然後再配那個巧克力蛋糕 還是巧克力塔的話 就會真的蠻膩 但是身為巧克力愛好者 我超級喜歡 因為它是很濃的那種 呃 我們第二天的話 有吃了 PORTILLO'S HOT DOG 反正它的熱狗 就是酸黃瓜 超級大一塊 比熱狗還要出一根 我自己是沒有特別喜歡的 那一間熱狗店就是很紅 然後美國人好像都蠻喜歡的 所以就是看個人 但我跟我同學們都不太吃不太懂 嗯 另一個是4.29塊 然後稅一樣是1.75%這樣子 嗯 油湖的話是真的很漂亮 油湖真的 真的很需要去看看 雖然可能要選天氣 因為我那個時候去的時候 有點冷 然後 就是 你可能 在某一段風特別大的地方 就直接動到無法思考 不過還好穿羽絨衣 真的是要把帽子戴起來 把頭給遮住的那種 實在是動到已經 沒有辦法思考了 然後手整個也是僵硬的狀態 對 然後我們第三天早上的話 其實這邊本來要吃一間 在聯合車站附近 還蠻有名的 美國人很喜歡早餐 早午餐店吧 但是就是排超級長的時候 後來就放棄了 因為我們也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後來就去吃了隔壁 不算隔壁啊 就是走幾步就到了Dunting 那Dunting好像是在美國 是不是很有名 我那天去機場的時候 我才發現 好像什麼到處都有Dunting的感覺 就是甜甜圈 主要是賣甜甜圈 但我其實看店裡面的人 點的都不是甜甜圈就是了 就是點像是 三明治漢堡類的那種東西 然後我自己是有吃它的甜甜圈 然後我是點藍莓口味的 我同學是點原味的 他覺得原味就是很普通 沒有什麼 然後他的甜甜圈很小 然後我自己是點藍莓 藍莓的話他是 咬下去以後 他外表看不太出來是藍莓 但他咬進去以後裡面是粉紫色的 我覺得我手機應該是拍不出來 因為紫色通常都拍不太出來 但 怎麼說呢 是有藍莓味 但那種感覺就很像 有點你在吃糖粉的那種感覺 反正我自己是不是特別喜歡 就沒有那種 真的在吃藍莓貝果的感覺 對 我覺得台灣應該也有很多 因為它畢竟不是貝果 但是它是豆腐嘛 不太一樣 對 我自己可能會比較喜歡吃藍莓貝果了 但我在美國還沒有吃過貝果 然後我們離開前 最後吃的就是Shake Shack 因為那個我朋友讀的是UIUC 他說他們那裡沒有Shake Shack 所以就想說 喔那 因為我們是有去Willis Tower 然後Willis Tower裡面就有Shake Shack 所以我們就有在吃了Shake Shack 這樣子 但其實Shake Shack就是 應該到處都有吧 至少我們大家自己有 所以我其實已經吃了 也沒有到很多次了 兩次 吃了兩次Shake Shack 然後兩次是點不一樣的藍莓 第一次是點比較基本的 但我覺得那個漢堡名稱有點難記 反正就是夾一層牛肉的那個 我不太記得它的名字是什麼 好像叫Shack Burger吧 應該是 那價錢我不太記得 我那個時候其實看到大家 點的都是叫做Shack Stack 就是它有一層牛肉跟一層蘑菇 就是整塊的那種 我就覺得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剛好 因為我那時候知道我們 那個午餐要吃Shake Shack 所以我早餐就只吃了 那一小小個Bagol而已 為了讓我的 讓我午餐吃了下Shake Shack 所以我就點了那個Shack Stack 但我個人的話 是覺得如果想要吃蘑菇的話 就點蘑菇的Burger 因為它還能叫Burger 我還不太確定 反正就是點蘑菇的那一個 然後如果你想吃牛肉的話 就點牛肉那個 兩個一起吃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蘑菇的香味太重 它會把牛肉的香味給改掉 所以我個人會喜歡 我想吃蘑菇的時候就點蘑菇 我想吃牛肉的時候就點牛肉 分開吃這樣子 然後我有喝了它 新出的Oreo奶昔 我第一次吃Shake Shack的時候 是喝原味的奶昔 我覺得還不錯 對 然後Oreo奶昔 我真的覺得太膩了 我喝得超級痛苦 它不是 它不是巧克力味很重的那種 不是Oreo味很重 它是餅乾味很重 它那個新口味 就是它新口味都是有增量的 它一個是 我記得它一個是巧克力的 一個是Oreo的 然後我想說巧克力的話 它又是增量 感覺會膩到不行 甜到不行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點Oreo的好了 結果它Oreo 巧克力味反而沒有很重 它都是那種餅乾味 然後又有餅乾水 超級難吸起來 但是我總之 我覺得還是可能喝個一般原本的就好 不需要去嘗試那個新口味 雖然我也不知道為影片發出去的時候 那個新口味會不會已經下架了 不確定它是期間限定還是怎麼樣 對 好 然後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吃的東西 就是 爆米花 爆米花我真的 我後來發現 拉斯維加斯也有 所以我學期結束 去拉斯維加斯的時候 會打算買 爆米花 我希望可以把它帶回台灣 我不確定能不能放那麼久 因為 我 不是直接從拉斯維加斯回台灣 我去拉斯維加斯以後 還會去LA再回台灣 所以 可能 我會努力讓它 不要軟掉 希望它不要軟掉 因為那個真的超級好吃 我第一次吃到這個好吃的爆米花 我本來就是不太喜歡吃爆米花 但那個真的很好吃 可是 那個 那個該怎麼說呢 它就很順口 但是 你又不能吃太多 因為你吃一次就會覺得 好像有點太甜 然後 焦糖的會太甜 然後起司的 你吃一次就會覺得好像太鹹了 就是你會找到一個要停止的點 但我覺得配鮮奶還不錯 就是 吃一次爆米花 配鮮奶 我自己就覺得還蠻搭的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吃的 然後 就直接 大概 應該兩天我就直接把它剋完 好 那 應該沒有漏掉 如果最後有漏掉的話 我再補牌好了 這個就是 在芝加哥 帶回來的 戰利品 然後還有一些小小的食物 分享 因為我想我在拍的時候 應該都不太會講話吧 因為畢竟 我 該怎麼說呢 就是我想要維持一下 旅遊品質 就是 食物有 拍到影片 稍微記錄到 就好 就如果你一直在 吃飯的時候講話的話 你就會 比較少時間 可以跟朋友聊天 或者是享受那個美食 我覺得這樣的話 旅遊品質不太好 畢竟我也沒有要 靠影片賺錢什麼的 我只是想要記錄一下 我曾經來過這裡 因為也不知道以後 還會不會有機會來 以後工作的話 可能會太忙 沒有辦法來這麼遠的地方 或者是 除非以後來美國工作 我不太確定 對 所以 如果 如果 有人覺得 我在影片 講很少話的話 請見諒 因為我本來就 不是特別想要介紹什麼東西 我只是純粹想要記錄一下 我在這段期間去了哪裡玩之類的 好 那今天影片 大概就這樣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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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